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鏤空圖案的製作 那如果要做這種鏤空圖案的話呢 我們會用到鑽床跟線鋸機 為什麼要這樣呢 因為鏤空的圖案沒有辦法從外面直接鋸進去 所以一定要先鑽出一個大大的洞之後呢 我們再用線鋸機 然後把鋸條給拆掉 鋸條拆掉之後呢 把它放進去 接著呢 再把它鎖回去 然後這樣才能在裡面挖空 那所以我們現在呢 先從鑽洞開始 那鑽洞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可以在很多個地方鑽洞 就是原本如果正常來講的話 我們其實只要鑽一個洞 就可以把鋸條塞進去 然後開始鋸 但是呢 有的時候遇到轉彎的時候 鋸切會變得比較困難 因為轉彎通常是比較難的 所以我們可以在幾個需要大轉彎的地方 比如說愛心的這裡 這裡 還有尖角的地方 還有這一個銳角的地方 通通把它鑽洞 等一下我們在鋸切的時候呢 它就會變得比較順手 那現在呢 我們先來鑽一個洞 那在鑽洞的時候呢 要稍微 前後跟左右 都要把頭轉過去瞄一下 對一下說這個鑽頭的位置有沒有大概對到這樣子 然後我們可以稍微偷偷的在還沒開動機器之前 偷偷稍微頂一下 看這個位置對不對 那假設確定位置對了之後呢 就可以開始操作鑽床 那在操作鑽床的時候 唯一的不二法門就是 左手都不要離開材料 因為左手從頭到尾只有一個任務 就是要把材料壓緊 假設我們沒有把材料壓緊的話呢 它在鑽的時候 因為會有一個高速的旋轉 那當我們左手不小心放開的時候 木頭就會跟著鑽頭一起高速的轉動 那可能會打到機器 或者是打到我們的手 就會造成不小心受傷 所以呢 左手壓緊 那接著呢 開開關或者是 壓鑽頭的動作呢 都是靠右手來做的 那我們現在先把開關打開 開關是綠色的 那要關就是紅色的 所以先把機器打開 接著呢 左手一定要壓緊 然後鑽頭就慢慢的往下 等到它鑽穿過去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在邊邊這裡已經有一個洞了 那為什麼下面要墊這一塊這個 很破爛的木頭呢 它其實是 呃 是墊木的作用 那它為什麼要墊住下面呢 就是為了不想要讓木頭在鑽穿的一瞬間呢 因為它的力量 鑽破的一瞬間 力量突然放掉 那所以它可能會在背後呢 形成很多的毛邊 所以 呃 鑽孔一般來說都要加一塊墊木 不要的材料這樣 那接著呢 我們在這裡還有這裡還有這裡 也都幫它把洞鑽好 一樣先偷偷的頂一下 那眼睛稍微瞄一下 看有沒有對準 接著就可以打開開關 好 鑽洞 那再來是第三個洞 眼睛看準之後 對準位置 打開開關 往下鑽洞 接著是最後一個洞 那最後一個洞呢 因為我們眼睛很明顯就可以看到 磚頭比這個尖尖的銳腳的地方還要更粗更大 所以呢 我們不需要強求要鑽在這個地方 因為這樣子我們的愛心的圖案 它形狀就跑掉了 所以我們可以稍微再進來一點點 在大概這個地方 鑽洞 一樣眼睛看好 瞄準之後 然後開開關 鑽洞 然後把機器關掉 這樣子呢 等一下我們要鋸鏤空圖案的四個洞 就已經先鑽好了